那要歡迎各位來到台南的跟大家分享 像我們在三峽大家所做的一些事情 那其實是從社區這個社區型的社企業的經營去顧問 我們現在在SBGIS的發展 那2019年其實在今年是台灣 先到說今年是地方創生的年齡 那其實我一直覺得說在今年我們在談地方創生年齡的時候 其實有幾件事情很關鍵 應該要在地方創生這個政策推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開始做 第一個時候我們要說要先打造一個友善的反鄉環境 因為其實在目前台灣的整個很多的會調試上面 還有待去做一些調試 那我們中文的時候必須要把這個大環境營造更友善一點 青年才有辦法反鄉 那同時另外一個部分是說 我們其實在談地方創生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一塊我們認為說要幫助社區的孩子 或者是現在的年輕人 那幫他把社區的這個產業文化 或者是地方的這些問題的整個的脈絡把它連結起來 因為其實在我們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們往往看到其實我們在從求學的這一路上 其實我們跟社區產業文化的這些脈絡其實斷連了 那現在在這個階段我們在談地方創生的時候 趕緊幫助社區的孩子 幫我們下一代青年 去把這個脈絡把它連結起來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我們如果說現在在談青年返鄉 應該要開始談另外一個辭職 應該要談的是培養孩子的流向能力 那怎麼樣透過社區的這些經營 到跟學校也可以教育的連結 培養孩子的流向能力 以上一張照片來看 那這是在三強的寧靜的一個社區 在討厭福星鄉的這三個孩子 那未來這三個孩子如果他要留在福星鄉 那他們要栽種當地的很重要的經濟作用 索米桃 那目前在學校體制內並沒有帶給孩子 獲得更好的栽種技術 而未來如果孩子要留在原鄉 他要直接種水米桃面對消費者 不透過不要被盤傷剝削 那其他們未來還包含到 必須要有電商的經營 或者包含到網路行銷等相關的工作 所以我認為說現在應該要培養孩子有多像能力 那讓未來我們的孩子都在原鄉 是有辦法翻轉自己的價值 包含到他未來的生計還有怎麼生存 那同時也包含到 我們在談城鄉創生或地方創生的時候 其實我認為這個我的面向 其實都應該要同時進行 包含到環境的這個生態 包含到環境的營造 也包含到產業的創新 產業的振興 包含到文化創新跟文化雜根等等 來包含到教育跟人才的培養 因為其實往往我們過去在談所謂的社區營造小 其實比較主動在於像文化跟環境的經營 那可能缺少了產業這一塊 那當我們開始在談地方創生的過程裡頭 把產業拉近來 可是如果少了教育跟人才的養產 我們社區裡頭必然不會有人才 那在這一塊其實我們一直認為說 當時在開始談地方創生的時候 人才的培養也是相當重要 我們應該要跟教育這一塊 有更多的連結和一些教育工作的推動 那我們就回到三峽來談談 我們在社區裡面所做的事情 其實也是在反向之後 我們開始發現說 三峽這個地方有著跟整個台灣 整體社會結構非常詳細的一些現象 我們到三峽是一個都市正在開發的社區 那自從台北大學的新校區做了在三峽之後 那當地的政化 一個新的市政特區叫北大特區 開始有非常多的這個島內移民 就是我們從台北市翻到來三峽去住的 這樣一個人口移動 那也因為這樣人口的流動 也造成了這些族群人口結構的這個疑慮 那後來台北大學就做了一個研究調查 就發現說住在三峽的美男人 原住民外籍是外配 他分布的族群口結構比例跟整個台灣 分布的族群口結構比例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三峽是縮小到台灣 同時你也看到這個小小的三峽 有很明顯的城鄉的差距 不光是新城區跟舊城區之類的差距 是資料的大分別說黑點的這個社區 那同時三峽也是整個新北市 西部的口律度最高的一個社區 所以獨立這個問題所衍生出來的 包含到家徒的貨稅 包含到社會治安都非常的嚴重 那當然還有其他像民資的迫害的一個 所以其實我們在三峽所面臨的這個收入 也是整個台灣共同面臨到的收入 那甘樂基於在三峽這個社區 我們透過一個社區型社會企業在經營 很多人都說甘樂基在做事情非常的多元的複雜 但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整個 而且是我們在建構一個從文化教育到產業的社區支持系統 希望透過社區的支持系統去打造一個城鄉的有趣發展的模式 然後未來把這樣的一個成熟的機制 那可能可以帶到分享到台灣的其他的社區 或者把這樣的模式帶出去 那截至到目前為止的甘樂文創組 我們大概在經營的試驗 有幾個字跟大家講的形容 那分別是席席油創案的 那什麼是席席油創案呢? 簡單來講席的部分就是我們有成立一個核心聚落 那這個聚落待會下午就帶大家去席席的去參考 因為我們把一個70多年歷史的舊醫院重新的活化 那跟社區的夥伴一起合作 那提供給社區的這群中座的青少女 或者是中介班的中介的孩子們 有一個可以學習一次職場的一個產業 那食的部分也就是我們有兩部分食有關的事業 另外其中一個是甘樂食堂 那我們就運用在地的這個生鮮的食材 然後包含到在地的那個產出的這一些作物 也包含到我們自己所生產的國產豆製品 去做程式、餐點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跟台灣的豆瓶器作 用國產大豆去生產這個豆製品 同時呢我們也發展在地的文化理由 那成立了甘德理素 那另外一個部分創意就是運用設計的相關的這些資源 然後去投入社區設計 那包含到從職人小學堂 也就是說我們跟社區在地的這些職人業者串流 然後打造一個學習的一個模式 帶到三強的民所國中小學裡面說 那另外呢也放到在地的這個地方創生 那現在還有一個有趣的這個 跟環保以及有關的這些社區的計畫都在進行 那愛的部分就是我們在社區裡頭 有成立小小書 持續在陪伴教育社區裡面高風險 以及高冠海家裡的孩子 那也成立了青少慈念學院 同時呢每個月有一次的進行行動 就透過單樂在社區所經營的這一些工作呢 我們去關注自己的發展的業項 那包含到從地方文化流逝 或者是經濟產業的困境 包含到生存、就業、不易、教育資源不均、 人生、害環境、破壞的部分 那分別也透過一些計畫 或者是說透過我們在做的一些實驗試著 希望讓更多在地的民眾看到這些社區的問題 那有更多人一起參與考驗 所以在地方文化流逝的步道裡 我們就有發現了一本雜誌叫甘樂志 從一個獨立媒體開始 那通過一個教學計畫 就剛剛提到的職業小學堂 製造三下女主國中小學裡面 希望讓這樣的地方產業和文化 可以真的向下掌握 同時經濟產業要混進 我們就是把在地跟旅遊有關的夥伴業者串流在一起 那透過一個旅遊的平台 把在地的業者串流之後 透過行程的設計和這些內容的推廣 讓遊客來到三峽做生物的運行 那在地的這個生存就業不易 我們就發展社區的產業品牌 提供更多元就業的機會 同時交易資源不均 就投入客戶的輔導陪伴 也幫我們到生態環境的議題 就通過持續的一個進歇行動 還有一些議題的倡議 讓更多人一起幫我們關注 整個三峽洪川幫我們到環境的破壞 那甘樂文化在社區裡頭 其實有兩個組織跟同在社區裡頭的經營 那分別是社會企業跟另外一個MEO 那這兩塊就是我們在社區裡頭 有兩個不同的組織 設計這裡它有一些商業的經營的方式 然後透過它的商業經營 營運再追到社區裡頭的正發展協會 讓MEO這裡持續的投入到社區而少的教育 也包含到公益以及危險的福祉 那兩邊的財務各自獨立 同時結合這個社區的資源 變成一個社區的發展環境 那持續投入到社區的發展 那這地方的在地的教育和文化扎根的部分 其實我們就提到這個 其中一個計畫是職人小訓堂 因為我們長期在做掌制的採訪 後來也經常在這些師傅在地的職人 這樣有很多人聽到很多的問題 那最常聽見的就是他們常說 這些技術、這些產業都沒有人性的了解 所以我們就來探究到什麼樣的現象 這不是只有三峽 從三峽到全台灣的這些在地的 各地的職人業者都有共同的這樣秘密的問題 所以後來我們發現 這其實是教育的一些現象 因為在華人的教育觀念裡面 是唯有突出到萬難階下 所以如果回到社區裡面 我們就開始透過一個教學的計畫 希望能夠去影響體制內的孩子、老師、教育、家長 所以我們就推了職人小學的計畫 那四年我們就串延社區的這些職人業者 目前大概20幾位將第30個地方的長期 那我們在教育的部分 就是跟學校一起合作 去做人才的養成 那透過一些科程教案的研發往下漲 那同時協助產業轉型 透過行銷和設計的資源 還有協助讓產業轉型 也讓產業跟觀光旅遊是可以扣合在一起 讓產業能夠延續發展 所以透過在地資源的盤點 然後找出這些在地的產業和職人業者 那我們透過教案的設計 幫教跟學科去做理解 同時有設計主題的課程 還有實際的教學內容跟共感的活動 那也另外也有進化的展覽 把這樣的教學計畫 帶到三峽的國中小學裡頭 透過社區就是教室 職人就是老師這樣的一個概念 去做社區的教育翻轉 那我們就持續跟社區的國中小學合作 經過我們也還持續在社區裡頭 推動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我們就把在地的職人這些 我們從收集出來還提出來的原資和影像的資料 通過策展的方式帶到學校裡頭 那也把職人帶到校園裡面 做現場的實際教訓 跟學校一起推動課程 所以每次在這樣的課程進行當中 從最小規模一個班 只有15個孩子 到整個學年300多個孩子 可以共同參與這樣的課 那每次課程就發現 這是非常令孩子就是經驗 然後也非常投入有一種學習的方式 那每一次帶到學校裡頭 所有孩子是處理在這些師父身邊 然後提了非常多的問題 然後對於他的技術 對於他的工作有非常多的疑問 那我們跟學校老師一起做 一到孩子深度的學習 所以在這樣的課後 我們會做一些課後學習帶來 還有一些問卷 然後發現有很多孩子就說 未來他也要成為這樣的職人 和在地的師父 那下一步我們就開始帶著學校的老師 然後一起做一些媒合的工作 去找出一些對於這樣技術學習 有興趣的孩子 跟在地的師父合作 那同時呢 我們也發展一些 對於職能的課程 希望培養孩子有留下的能力 那其中像這種就是小記者的訓練 那目的並不是說 一定要孩子變成記者 而是透過他一個編載 編輯採訪 然後把影像拍攝剪輯的了解過程 對於地方的文化 有更多深入的認識 同時也更了解自己家鄉有什麼樣的產業 那甚至於是說 在地產業也遇到什麼樣的困境 那這也是跟學校的博文課一起合作 所以後面就會有文字跟影像的作品 那我們就開始帶著孩子去經營臉書社群 讓他們透過社群軟體、社群平台 去協助地方的產業做轉型和翻轉 那他們從小在社群裡頭就知道 那其實可以透過他的學校的所需 運用在賽地的這些產業的轉型 還有地方創生工作上面 那這也是另外透過這個網路科技 然後關到這個演書還有社群 關到這個網路直播這樣的一個工具 我們帶學校的老師一起做一個主播卡 那訓練學校的孩子 他變成是社群的小主播 然後有COE的訓練 然後有資格表達等等 那我們把在地職能帶到校園裡頭 讓孩子在線上做這樣的採訪 所以他其實也是一種職業的試探 從小學開始就做職業的試探 那另外我們也因為課程的設計 還有一些教案的研發 我們開始除了在提供給社區的這些孩子 還有學校以外 另外我們也開始做社區的遊學體驗 讓一些自學團或者是外地的這些學校 也能夠來到三峽做深入的 做社區的學習 所以我們就把每一個產業 他有不同的知識採解出來 變成這樣的不同的教學教材 比方說到了自由行 那一體茶油它的資料的工序是什麼 那有這樣的不同的教學教材可以使用 那包含到像到萬民師傅那邊 其實在上的是健康教育和生物課 皮膚的構造 表皮層 真皮層 然後到了西東師傅這裡 再上的是數學課 所以有這樣的教學教材 那我們就設計成整天的遊學課程 讓這個校外團體或者是諮詢團 來到三峽是可以進入到社區裡頭學習的 於是社區這樣的一個學習課程就成熟了 那我們對地方的創生這件事情來說 除了串聯在地的業者產業以外 我們也開始把三峽這個地方 變成一個品牌方式來操作 去經營一個地域的品牌 所以我們就發展了一個看三峽的品牌 然後串聯在地的這些業者 一起投入這個品牌的經營 那為什麼叫看三峽呢? 其實也是希望說讓更多人來看到三峽 從以前到現在留下的這些樹名的產業 然後地方的多元能流化 那當然另外一個詞音就是台灣人 剛剛講說看三峽的品牌 那我們也透過一些影像的拍攝 包含到網路平台的建立 所以有一個三峽的路口網 看三峽路口網站 可以進來有點像TSARS的平台 裡面有很多的資訊 包含到從數字看三峽 三峽這個地方的人口的結構 包含到土地的面積等等 也包含到節氣看三峽 不同的節氣可以了解到三峽的 這些地方的產業特色 也包含到值得職人看三峽 所以把在地職人的資訊也放到裡頭 放到在地的選目、郵城的推薦等等 未來還會有一些課程教材的內容 也會在這個平台上線 那我們在社區裡面 也協助這些業者去做一些郵城的開放 所以甘樂就是去串聯在地的業者 協助他們去做一些課程設計、郵城設計 然後提供給消費者來到三峽做生意 所以現在開始連結在地的業者 一起推動在地的觀光語 除了郵城的設計以外 也包含到我們透過設計 還有一些行銷 去協助這些業者 他的產品再設計、轉型 也因為這樣子而推出了一些在地的伴手禮 也把在地的食材 運用在餐點的設計上面 待會中午各位所享用到的餐點 也會在三峽當地的食材所生產出來 另外一個部分是 我們在三峽也持續去關注社區的兒少 包含到社區裡面的這群高風險 跟高高達家裡的孩子 因為其實在社區裡頭 我們發現很多孩子的生長議題 他成長議題教育的問題 其實上是需要高度關注的 我們就成立了小草書 從反向那一年開始陪伴孩子 一直到2015年 把小草書成立 那目前小草書裡面的小草 都是社區裡面的高風險跟高高達家裡的孩子 那學校 孩子怎麼來源 都是由學校的補導師轉介 或者是其他的機構 像伊甸或加護真心 他們把課案轉介進來 由我們在社區裡面做長時間的 然後第一線的培伴工作 那這部分也是從2006年就開始 所以現在串了12所的國中小學 那持續陪伴社區孩子 從小學一直到國高中 像我們現在第一屆孩子已經大學畢業了 那後面還有孩子上大學分高中 那小草書的功能 除了做課後的輔導、陪伴以外 那更重要是說去引補家庭功能 還有學校的這些資源不足的部分 那投入長時間的合同教育 那情緒引導還有生活常規的建立是很重要的一塊 那很多孩子的這些行為問題 其實是從家庭的衍生的 那我們就透過課後長時間的陪伴去引導這些孩子 那包含到多元能力的培養 我們認為一個孩子的未來的成就 不是只取決在於他的學員 而是在他的多元的行為 還有一些多元能力 那所以我們會透過一些主題課程的設計 培養孩子的能力 那照顧的時間很長 其實是從中一到週六 然後包含到寒暑 所以每天會提供早餐還有晚餐 那這小小書的孩子呢 也會經歷他們的圓夢的歷程 那這些過程當中 就是透過一些體驗式學習 包括主題課程帶來的孩子 然後去改變他的生命 所以每一屆的孩子都會有圓夢的計畫 那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夢想 所以我們曾經有辦過板動 然後他們也自己學做菜 然後辦練習 那也有孩子透過環島的訓練 所以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讓孩子參與這些計畫 然後透過長時間的合照陪伴 那其實有非常多的能力的訓練在裡面 那長時間陪伴孩子發現說 其實在台灣真的有非常多像這樣的高峰型 高峰型高峰教育孩子需要關注 那以教育部來說 每一年教育部通報登記家人的中措成立 大概有4000多年左右 那我記得前兩年 一百月整天執屬的教育部說 這當中有很多黑數 就是很多學校沒有通報的 所以保守估計圈當中措成立 大概5000到8000年左右 那除了中措以外還有到哪裡 那都已經是在中措邊緣排行的學生 也就是中途營銷牌子 那這些中措生 多數跟社會資產都有非常緊密的關係 因為內政部警政署裡面 會幫全台灣的刑事案件刑犯做教育程度統計 以103年度來看 當年的刑事案件刑犯就有26萬1000多人 高中子以下學歷就佔了20萬9000多人 童年茶會的毒販有4萬多人 高中子以下學歷就佔了39000多人 比一高達9成人 那根據調查 這些嫌疑犯多數在國中小學階段 都成績有沒有家庭公民不足 單親隔代外賠中措高中減狀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大膽推測假設 蘇屋我們所長期關注陪伴的孩子 如果沒有這樣的陪伴的機制 那未來這群孩子其實有非常高的機率跟風險 會變成社會占領同盟 那我們剛剛提到 三下是新北市西蘭同盟最高的 你知道嗎 光是一個青少年 如果碰到毒品會耗掉的時候 這也是非常的浮誇 因為光是法務 每一年編列在介製的預算 都高達50億的台幣 那這筆費用 還不包含調查局企圖的預算 危害治安的社會成本 還有包含那也撐出來的醫藥幾度費用 那如果加入起來 我們整個社會成本可能是更龐大 所以我們就推算 保守估計 包含那從社會成本 包含那社會成本 包含那社會支援的支出 還有90% 40年經濟的動線 所以一個菸如飯 但根本10年的時間 他靠在社會支援到達2400多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社會情況 那我們也經常在這些社會新聞裡面 看到這些主角 就是很多時候多數都是中錯的孩子 那還沒想到問說 到底這個社會是在什麼時候錯過 我們社區的另外一群在中錯邊緣排排的孩子 其實後來我們發現 這些孩子都有幾個供應的問題 第一個是他們都低學業成就 另外一部分是都有家庭功能的問題 所以我們後來探究之後 一直在思考到底這群孩子 他們需要的職位是誰 最後我們發現 他們並不是需要在課業上的問題 而是需要給孩子另外一個培養 一技之長的一個學習的產業 也是因為這樣子我們開始成立了青少殖民學院 小學的孩子在小草書 國高中的孩子在青少年在青少殖民學院 那我們因為這樣的一個信機 我們正找到了三峽一個70多年歷史的舊醫院 那把這個醫院活化 那變成是何時聚落青少殖民學院的產業 那在這裡呢 會提供有中錯的青少年職業的試探 然後幫到職場的職前訓練 那也幫到有一些職養考照等等的一些規劃 那從1060年度跟第一所國中合作 那到了今年開始有第二所國中 也就是安息國中加入這個計畫 然後我們在職選裡頭也因為跟長期跟社區夥伴 在地職人的創人 所以這些在地的職人師 也就成為我們孩子的老師 提供相關的技術給社區孩子學習 那包含到傳統的新木雕 也包含到美容美髮或咖啡等 讓孩子在社區裡頭就能夠有一些職業的培養 那像這幾個孩子就是在社區裡頭 通過一年的培養的時間 已經開始找到一些方向 那我們現在還有成立了一個公開的教室 那孩子在社區裡頭 開始一個更多的學習 所以上一星期有中錯的學生到豆腐店 學錯豆腐現在成為豆腐店的小師傅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其實我們在社區裡頭 就在建構一個完整的社區的關懷系統 從小學大孩子來到小草書 我高中的青少年來到整個學院 他包含到社區的店家 在你的業者 也包含到社系的整體 也有什麼 就建構社區的方向一個的系統 同時這也是一個人才的合流的計畫 因為大孩子的小學來到小草書 我們開始在課業還有生物能力 生活治理的部分去培養去提升 到了國中階段 他們就開始視性的分流 那到國中的時候 對於課業沒有興趣 或者是家裡有經濟負擔 比較沒有課業成就的孩子 就到職業學院去學習 那在三年 就是高中那個階段 孩子就回來擔任所有的志工老師 也包含到歐房的助教 同時我們就發展社區的產業 而未來社區裡頭 所需要的人才 就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孵化出來 那我們現在目前就已經在高中 還有大學的這一階段 那今年高中的孩子 就回來擔任所有的志工老師 幫忙帶來這些課服還有環島的工作 那這就是我們在社區裡頭 從洛杉雄的教育到現在我們的就業 也包含到社區等家庭的生存 到整個區域產業化經濟的串流 那去呼籲SDGs在整個全球環境的問題上面 所談到也包含到提供的一個教育 也包含到有更好的工作 還有經濟的產長去建構整個生活品質 去終結整個社區的影響 還有永續成效 那其實但是在社區所做的那樣的影響 我們大家可以簡單透過一些數字來看 那光是今年我們只需在陪伴的孩子 其實上面就還有60幾位 那我們串人的舍手、國中小學 那也包含到提供更生人 還有二度就業家長 幫忙做出的孩子 有了工作就業的機會 那串人的二十幾位在立的公立之人 也就是在立的工業家、工業家創業 然後也開發一些在立的這些商品 那最後跟大家分享這件事 這是我的師傅許孝順所寫的 常常在談說用他的生命 去影響更多的生命 他在這件書裡面提到說 生命就像是一塊麵包 吃完的就能不能一吃也會壞掉 所以其實多數人都在追求這個麵包的價格 但是顧慮得到其實你應該用麵包去創造的價值 所以跟他分享跟著 去化散熱的麵包、化對麵包的價值 然後我們一起為台灣是他鼓勵真的 和希望的種子 就是簡單的分享這些功能 那我們在桌上也放了這個是乾熱的手冊 大概我們就是把官網上面的一些資料 然後我們在資本上面 不曉得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謝謝 那我們現在在乾熱的網站上面 也透過語言的部分 就是現在除了中文的網站 現在也做了基本版的表演 那也希望說能夠開始把 我們在三峽所做的這些事情 然後透過網路和資訊的傳遞 能夠帶到國際上的 請問請您提到那個協會 它主要也是 它主要透過網圈嗎 透過網圈嗎 透過網圈有包含到社區的遺域 比如就像乾熱的網圈 有包含到我們這個環南川 然後還有社區的小路線 投了百分之十分 那是其後邊的 對 就是那個圖跟協會 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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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嗎 目前 他在這邊比喻 跟女中堂的比喻 大概是八個 不錯 對 我們大概是二 八個部分 目前還是軍魂 對對對 但是也因為社區的旅遊 也包含到河南川 就是幾個事業開始在成長 所以其實逐年這個數字是在增加的 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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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相關的 但是確實還是有一點 還是有一點 但是我第一次說 你怎麼會想到越來 應該會想到的 但是如果可以再獎勵給您是 有三千 當然 我感覺上次的見證有很多 視線 如果我覺得做出一些成績來之後 還可以站起來 真的就是 某些特定情況下 不去下去 那現在可能就還有現實 什麼 那 我們還是做 一路產 那就 請多移家到外 在這邊 請參與一下 顯示一下 這兩邊 你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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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